俄罗斯继续锁定乌克兰的弹药库 乌军则是持续反攻 乌尔战争一打就是半年 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31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也是乌尔战事届满6个月 但至今丝毫没有停火迹象 甚至欧洲最大的核电厂 乌克兰札波罗任核电厂也饱受威胁 乌东前线城镇 拖列刺客镇 除了不断遭到轰炸 也面临缺水问题 而在乌克兰南部城市 尼古拉耶夫的医院 只要警报声响起 大富翩翩的准妈咪 就得往地下室移动 暂时栖身在相当简陋的地底防空洞 以躲避战火袭击 很害怕 非常害怕 当你身边的家里 很害怕 但你还在身边 现在很害怕 因为你身边 而家里 家里 家里住在家 当鸩工作时 你会一直保持联系 而在这里 也在那里 所以很难 美国更有情报指出 俄军将在最近加强行动 对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 和政府机构发动新一波攻击 乌国总统泽伦斯基也警告 表示俄国可能展开更多重大攻势 俄国私深外交官则是称 俄国目前没有看见 能透过外交解决方式来结束战争 并且预期这会是一场长期冲突 一旦战火继续拉长 专家警告 粮食价格可能会出现 第二波涨势 俄罗斯是肥料原料的生产大国 随着南半球进入播种季节 高涨的肥料价格可能影响肥料供应 再加上农作物生产国遭遇热浪 粮食价格因此可能再度攀升 除此之外 面对寒冷的冬天步步进逼 天然气等能源的价格飙涨 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恐怕会减弱 区域团结也备受考验 而11月将在印尼巴黎岛登场的 G20领袖峰会 俄国总统普丁打算出席 白宫表示 如果普丁参加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应该亲自与会 换学家里做不到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